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部本身应该不足以去做全台湾的科技 应该是要跟像经济部 还有这个卫福部农委会 几个这个所谓的监理的部会一起来合作 尤其是台湾从这个过去三四十年 代工经济做得非常成功的这个结果来看 后面的三四十年 应该不会是代工经济在主导 而是一个创新的经济 在过去代工的时代不合作没有关系 因为各做各的 反正我们的东西出去就是一个component 可是呢 未来的竞争 国际的竞争 台湾已经进到先进的国家里面的时候 台湾的科技 我们从上有中有效的研究到产业 尤其是新创 怎么样去把它接得好 那未来为台湾在国际的一些这个竞争上可以这个找到一个最好的这个位置 我记得我应该是20405在行政院的科技顾问组当副执行秘书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在自己在省思 因为过去都是代工经济嘛 那觉得科技跟生活好像没有连得那么好 也就是说我们的科技是科技 可是台湾的生活使用的科技呢 事实上并没有很多是台湾做出来的 可能那里面的component很多是台湾做出来的 但是呢整个把它integrate起来并不是台湾去发想 比如说iPhone iPhone大部分的98%的零组件都是台湾做的 可是它的design是美国 那那个时候是Steve Jobs 那我们就觉得说科技如果更接近生活的时候 它的value会大幅的翻倍翻十倍百倍的成长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 应该是从生活这个引回来 我们生活的需求怎么变成一个未来的这个产品 那那个台湾很会做嘛 那就把它创新的idea跟始作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从这样一路上看来说 台湾如果要去要进到现金国家 其实你必须要我们从这个研究 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产业 事实上要反反相扣 不能只有局限在做研究这边 因为国家需要的是接到最后一里路 才可以帮这个台湾赚这个赚这个比较多的外汇 我们整体的包括年轻人的薪水才会增加 这个是这样的思维 那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转换的过程 也不是马上就想到了 那也有很多朋友也有同样的想法 所以大家一起来push 才会变成我们今天我有这样的这个思维 说一定要部会合作 那部会刚好是上游中游的研究 接到下游研究 接到产业然后出口 这个是一个过程 那在台湾这一次 当然我们就是在2003年有sauce那个经验 大家我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陈建仁 陈建仁副总统他也提到 我们那个时候就把这个防疫 变成一个国安的level 所以那个组织那个时候 就已经把它有一些这样的experience 跟这个system出来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台湾有警觉性 从去年的这个1月开始 大选完以后 马上就展开一连串的动作 那我想这一次 应该是给台湾一个非常大的机会了 那未来会不会有影响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科技部在那个小区站那边 有一个台湾Tech Arena TTA 那大家知道我们那个YouTube 创办人之一 陈世俊也在里面嘛 有很多包括陈世俊的朋友 在美国的一些silicon body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我记得差不多40岁左右的这一批 偏向软体的创业家 陆续都回来台湾 我们针对他在美国有成功出厂 500万美金以上的这个经验的这个创业家 我们会给他一张黑卡 就是说他有国会的金卡以外呢 还有一张黑卡 那这一批人是台湾非常需要合作的一些人 就是说他们有在国际新创的经验 而且有成功出厂 而且有国际关COVID-19带来 让把他们都找回来 那你也可以说是来这边 就是度过这个COVID-19这个时间 但是我说even是这样也非常好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边一两年的时间 认识台湾的新创 台湾的产业发展 对未来都是一个台湾连接国际 很好的一个starting point 台湾在这个数位的时代里面 人跟万物联网的社会 应该是要扮演更大的角色 那那个internet海南就很重要 所以那个时候是说如果台湾在这个本岛里面 我们有很好的网路建设 那国际的海南它就从台湾的北部进来 然后它很多这个content就放在台湾里面 当做一个hub 再从台湾的南部到南向国家 这样的话就台湾不会被边缘化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网路的这个资料的资源 有国际的这个content在里面 网路建设很重要 那我也盘点说台湾的几个网路 包括是教育部的tornet 科技部的tornet 那个中研院的snet 还有我们几个民间像中华电信 这些网路互相中的这个连结 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这次也运用这个科技预算 把这个中间几个大网路的连结 把它连结好 然后一年半前SpaceX他们这个新闻就出来 就Starlick它的信念计划 所以未来在2025年之前 它要一万两千个低轨通讯卫星 那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台湾帮很多大公司做它的一些产品 包括卫星的一些通讯的一些产品 那我们就想 第一个未来的趋势 我说2030一定是一个人跟万物联网的社会 那现在是5G 可是已经在布局6G 就是从天上讯号撒下来 那那个一定是一个未来的大的产业 也就是说人类从地球的表面 以前这个太空都是军事在用比较多 或比较这个一般的通讯 可是未来是整个年起来 你自驾车也要用 你所有地面上的一些 食衣住行 娱乐的这个无线通讯 都会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想像 地球在上面五六百公里的那边 是布满基地站 所以我们整个就连在一起 那这样的东西呢 它会翻转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统产业 台湾刚好到一个阶段 必须要人文社会 要扮演跟他的角色 那你要扮演跟他的角色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 你必须要了解科技在做什么 科技的人他也要知道 人文社会美学设计的人 他们是在做什么 所以两边我说 各往前去踏一步 手才会握得到 那目前正在握手的阶段 以前的传统观念就是说 女生好像不适合念这个物理化学 或者是一些工程 包括土木 建筑 我们发现说 我们这个女生 在这个STM这边比例 现在只有21到24%左右 所以从这边鼓励更多的女性来 在参加STM 女性在这个科技这边 其实有些特质还比男生还好 比如说我最近弄的那个 Cyber Security 治安 就女生在治安这边 一般传统说 怎么会去当这个骇客 可是一般人不知道 骇客也有白帽骇客 是在帮这个社会在 保护代价的一些 网路上的安全 所以事实上也趁这个机会 鼓励更多人进来 那去把以前的传统的 这个想法 把它做一些扭转